工作人員拿大聲公叫號 排隊民眾等了好久 終於輪到 無一勞動節 也是報稅開跑日 民眾趁休假到國稅局零貴申報 一早就大排長龍 多達十六個櫃台消化人潮 報稅季來臨 今年好康又變多 財政部祭出綜合所得稅八大利多 民眾最有感的基本生活費 提高四千元 便十九萬六千元 免稅額調高到九萬兩千元 本人配偶或撫養的直系親屬 滿七十歲 調高六千元 便十三萬八千元 再來單身的標準扣除額 提高到十二萬四千元 有配偶的話調高到二四萬八千元 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也多七千元 身心障礙特別扣除額 同樣多七千元 另外還有四大利多 綜合所得稅 課稅急劇上調 如果是醫事人員 適用費率調高 有政績烏克蘭的話 捐款全額列報扣除額 最後如果是接受召集 請假期間薪資費用加成 檢除 報稅期間直到五月底 好在國稅局體恤 如果受疫情影響的民眾或店家 無法在法定時間一次繳清 可以申請延期或分期 最長延長一年 分期三年 有沒有要手機報稅 今年手機報稅功能再進化 不管是申報或延期分期 一級就能包辦 政府每一體貼民眾 不用到國稅局人擠人 審核包又審寶貴時間 申請希望韓法上台北正老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